花了四年在台湾这个地方 台湾人对外国人都亲切 很喜欢住在台湾 我中文姓名叫张军德 来自德国 我的工作是翻译 现在不只是很习惯住在台湾 我也很喜欢住在台湾 黑皮衣胸前挂着相机 德国口译专家张军德 来台定居已经十年 假日喜欢穿梭在宝岛巷弄间 发现新景点 目前正在学台语 这一天和台语老师 到台北大道城户外教学 张军德认为台湾最敌人之处 是人民友善文化多元生活惬意 中国的感觉都是生活比较紧张 然后在台湾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毕竟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 应乐伺庭 应该不是只能买三个老师的 说得一口流利台语 张军德可说是个台湾通 大学读汉学系 硕士论文研究二儿八历史 2006年还推出德文版的台湾旅游书 向欧洲人介绍台湾风情 地画街 然后大道城欧戏馆 如果要更深入 台湾社会跟文化 应该也要学一个台湾的本土语言 那讲的最多的就是台语 所以我就选择学台语 你看这是在帝国大队 找不到的水果 那是林京和内积 这间瓜 这是瓜吗 因为不是青的 不是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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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发现它最难的地方 就是声调特别是转音 那这个如果跟一般的台湾人讲 他们大部分可能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很容易把那个学的东西去灵活运用 然后他也很其实他也很会问问题 只是他我觉得真的蛮聪明的 精通 中 英 德 三国语言 现在又会台语 张军德生活在台湾没有太多困难 只有一点不太适应 在德国跟台湾都有搬马线 可是感觉在台湾搬马线是装饰品而已 像我如果自己开车 然后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我就停下来让他过 如果后面有车 特别是计程车 我如果只停下来一秒钟 就马上开始按喇叭 他们不会停的 学台语后 张军德对宝岛人文有了更多体悟 身为旅游作家 他最推荐的景点 是见证台北昔日风华的大岛城 其实就是我喜欢常来的大岛城 因为很热闹 然后买东西很方便 我们在一层楼买步 然后在上楼去订做 在 在德国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 而且这里也是很 台北很传统的地带 算是台北市的发源地 选择私房经店上台语课 小吃行程怎么能错过 张军德喜欢台湾历史 也爱台湾料理 第一次吃鹅仔煎就吃了四盘 而一项让外国人 闻香色变的臭豆腐 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在欧洲有臭起司 因为台湾是臭豆腐 所以都可以不怕 张军德父亲是英国人 他从小喝茶长大 对茶情有独钟 来到台湾后 他常四处拼命 走访大稻城 张军德推荐另一个 闭访行程就是百年茶行 我以前比较英国生理人 他们不去英国 所以他们用这个名字 对推销 我个人比较习惯喝达芝林 它有比较 有一个果味 也比较甜 台湾的茶味 我喜欢有时候喝东方美人 人茶 南管乐声悠悠传出 老师傅弹奏琵琶 吹着洞销拉着二弦 在古色古香的异文空间听南管 仿佛走入时间隧道 这一场免费推广表演 吸引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张军德也静静记录 一位应得混血翻译员变成台湾通 目前还积极学台语 申请永久居留 张军德深厚的历史背景 丰富的生命故事 和台湾兼容并续的文化 互相辉映 一次又一次交织出动人的多元风景 中央社记者张志焰 徐瑞婷 台北采访报导